新北市有家長指控日前抱著一歲左右的孩子 過馬路後面突然有陌生男子 碰觸了孩童 一查才知道對方是性騷慣犯 你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碰我們小孩 看到自己的小孩被陌生男子碰觸 家長氣的拿起手機追上前 朝前方這名穿著外套的男子錄影 憤怒質問對方 先生 請問你為什麼要碰我們小孩 明明家長看得一清二楚 這名男子依然矢口否認犯刑 丟下一句我沒碰你小孩後 轉身就走進巷子裡揚長而去 留下錯愕的家長還有驚魂未定的孩童 乘懷事發現場 當時家長就是抱著小朋友經過這條馬路 但是後方就有一名陌生男子 就隨意伸手觸碰他們抱著的孩童 家長發現後就上前詢問 沒想到男子還露出詭異笑容 事發就在新北市盧州 家長更指控游戲男子 常常會在民族路的住家徘徊 專挑孩童女學生下手搭訕 早已讓附近居民溫風喪膽 他常常都會在這邊經過 我們都有看到啊 我是有會看到他 會就是看一下旁邊那種小學生之類的 眼神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隨意觸摸會讓人家覺得很害怕吧 因為我家住那邊 然後他只有跟我說上下班要小心 好像晚上會出現吧 原來游戲男子是這一代的頭痛人物 有不少未成年女性都被他騷擾 這回甚至還將觸手伸到孩童身上 根據了解游戲男子過去還有多起傷害性騷擾前科 卻依然逍遙法外也讓附近居民無法安心 記者洪朝璇萬家瑋陳瑞詳細媒報導